离开喧嚣的城市 急切地想进一座山 想走入一个村寨 为的就是想完成一次真正的沉淀和思考 想追随一次真正的聆听与对话 隔头村 贵州省雷山县雷公山森林公园 东南山路上的古老村寨 被誉为森林里的村庄 这座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村庄 人们从未用影像的方式记录过 它是雷公山自然保护区内 动植物种类资源最为丰富的村寨之一 也是一百六十八户苗族人家 世代繁衍生息的世外桃源 在这里苗家人于古老的屠山为伴 村落与群山融为一体 古朴而静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